我們要學會跪著 然後問出動不動 大聲唸出黑板上的字 底下作者不是學生 而是家長 仔細看裸列十幾項 全都是班導師罪狀 有逼學生跪著 還有英文課堂 老師訓話 動不動就寄警告 常借課 延誤下課時間 更離譜 連飯菜都要學生 親手承上 我們小孩要吃後他吃飯 他連湯匙 衛生紙 都要別人幫他準備 為什麼 擦在那邊要幹什麼 還要幫他洗便當 為什麼 把孩子當仆人 氣得家長開會 投訴新店這所 國中八年級正姓女老師 更早來教務學務主任 輔導老師夜晚緊急 召開家長會 痛批鄭老師 為了贏得整節比賽 不盡人情 他曾經要求我的孩子 爬那麼高 去擦窗戶 女孩子不敢爬 他已經害怕了 一個小孩子腳都會抖 女家要上去擦 我女兒回來 練回來是過分的 同學都知道說他不舒服嘛 可是他就是硬要他 硬要他起來打掃 對啦 就是那個同理性 連出席會議的輔導老師 都尷尬點頭承認 鄭老師太過嚴格 甚至傷了孩子自尊 發考卷 怎麼發 還會嗎 等級別人 等級別人 記住了 要謝謝 考試時間緊迫 鄭老師就像這樣 硬要學生先說謝謝 不然抽走手中考卷 離譜行進不是個案 家長要求學校 立即更換老師 否則 實在氣氛難平 他帶給孩子的是什麼 他要教孩子什麼 3D新聞將會選取 惠美了結於台北採訪不到 好